你们不是说自己去厂门口问工作会高一点吗 然后这里贴了超级多的 底薪有2360的也有2400的 但是都不包吃 然后就餐补跟那个住房补贴 你要做满多久之后才会有 然后一个月的话就5000到7000的是这么写的 但是我觉得应该只有5000块钱或者是5000块钱都没有 然后这里的话 有一些都是要去到厂里面他要跟你当面谈才会给他没有接写 但是我觉得应该工资都不会很高 然后这里贴的超级多 全部都是普工 我想找一个那种类似文员的 没有兄弟们 我还想说不想干普工 不想干那么普工 因为流水电太快了 干不来 结果我发现全是普工 而且他有些还是要用 他就写了要有经验的才可以 他有些的上面有写了要有经验才可以 怎么办 怎么办 找不到了怎么办 走到深圳呢 大家是不是还以为啊 深圳遍地是黄金 去了就能找到工作 随随便便投投资就能够去得到很好的回报 可以说现在深圳的工资并不高 大部分的底层的打工人工资就是在三千元四千元上下 曾经呢有人跟我说深圳的保安去了一个月都是六千五百块钱 我当时就信了 但是现在大家去看一看深圳的保安工资也就是在三千到四千之间 不会再高了 包括现在深圳的很多的送外卖啊 或者是我们说的发报纸啊 或者是保安保洁 工资几乎都不太能高于五千块钱 而且现在深圳的裁员特别特别的力度特别大 我们知道深圳呢广州啊这几个城市 他们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就是很多工厂他们是招流廉价的劳动力 生产廉价的产品 然后出口或者是对内 但现在的单量越来越少 很多外资也都在撤离 国内就消耗不到 消耗不了那么多的这个订单 所以他们的日子也很难过 很多年轻的这个刚毕业的学生 去参加工作每个月也就几百块钱 甚至没有关系和介绍 几百块钱人家都不愿意要你 因为排队的人太多了 并且在深圳新代又出现一个情况 就是很多一些发达的交通便利的 这些店面现在关店的都特别多 以前可能在一个老城区 小市场人流大的地方 你去卖一点米线炒粉炒面 面条其实都是每个月能赚个万八千块 现在根本就赚不到 别说你这样的 就很多连锁的品牌店 他们都在不停的降价 就比如说这个暑假 很多那个凉茶原来都是十块十二十五 现在都是半折半假 就即使是这样也很少有人去消费 这是从背面说明现在深圳的经济远在急速的下滑 只是给我们的印象当中 它好像比其他的地方要好很多 其实说实话也好不到哪里去 现在深圳广州很多外来的人口也在撤离 因为他们在当地赚不到钱 即使他们在当地赚到了钱 现在的房价和物价 他们又买不起房子 你让他们去贷款去买房子 现在的人都非常的聪明 他们知道现在的行情是什么样 他们也知道现在的房子房楼市是什么样 他们不肯在当地买房子 那你就在当地就很难去生存 再去维持下去 所以他们宁可再回老家去赚两千块钱 都不会在深圳去打工赚四千块钱 那么深圳现在的这个经济发展 就如同上海北京一样 就出现了这个经济的倒退 尤其是我们知道像深圳它主要 它主要的是劳动密集型 是出口型工厂比较多 现在外资的大量的撤离严重 所以他们这个订单越来越少 工厂关门的也特别多 深圳也并不是大家想象的 所谓的这个赚钱的天堂 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深圳 如果你是做实体的 你千万不要来深圳 说我要做一个什么超市啊 水果摊啊 摆摊啊 卖米线卖米粉 这些通通都不要来了 因为深圳现在本地人做这些事情 也只够去维持温饱 但是人家不用去买房子 不用租房子对吧 成本要少了很多很多 你作为一个外来人 你说你到深圳去干嘛 深圳本地的年轻人 上了学毕业之后 都没有一个很好的理想的工作 所以他们只能去做一些底层 保安保姆保洁 什么快递滴滴司机 也只能是每个月几千块而已 那你作为一个外地人 你去到深圳 最终你没有关系 没有背景 你是很难找到工作的 你最终你最终 还是要打包回到老家 这就是现在的深圳 不是想象你们想象的 那么容易了 你知道现在找工作到底有多难吗 我已经找了三个月工作了 各大招聘网都刷爆了 三年没找过工作的我 现在是焦虑感满满的 我以为是我年龄的问题 很难找到工作 但是我前两天刷到了一条 再见了广东的热点话题 引起了广泛关注 让我想起了 自己曾经在广东工作十几年的经历 没想到今年九月份 又迎来了事业浪潮 很多刚出社会的年轻人 也有被迫裁员的中年人 以及背景离乡到外地打工的人 广东曾经可是外来打工人的天堂 而且广东在全国经济 可是数一数二的 为外来打工人 创造了很多很多的就业岗位 如今 这么多年轻人拖着行李 选择告别广东 返回家乡 这背后的主要原因 竟是就业岗位的越来越少 而且薪资待遇持续降薪 导致失业率再创新高 现实真的很残酷 大城市的发展开始了优胜劣汰 原本月入过万的 降薪到七八千 原本月入七八千的 降薪到三四千的收入 在这消费如此昂贵的大城市 大部分人 在生活开支与收入之间衡量之后 只能面对残酷的现实 最终选择离开当下 如果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而且能准时发工资 就先坐着吧 今年真的是特别难的一年 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找到工作 哎呀 没办法 不出来找工作 咋办呢 事情没得做 没饭吃了 往那边去 就快到深圳了 这里还属于会洋区 走不了多远 就到深圳平山 深圳平山馆了 老师说错话呀 往前走 往前走 走 看这外边烤得要熟 我来的时候 从那边 往这来的 现在要去那边转一下 看看找找工作 主要是 哎 有些人 说我转一下 就回挂笔房躺试了 这我就不出来了 不着急的话 我出来干嘛 是不是 还不如在房间躺平多好 我已经来到这个工业区这里了 看来没有 这个字我也不认识 这里边有个工厂 看看也没合适的工作 深圳红运来 是不是 但是这个公司 我也不知道就做啥的 没有招供牌 可能不要人吧 机械的 不合适 哎呀 找工作真的太难了 哎呀